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2号星期二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加州10月创造全国20%以上新工作岗位 坐头巾迁徙 加州商业补械计再次推迟 拜登政府启动6周疫苗冲刺计划 纽约第五大道被评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购物区 中国央行推出2000亿元人民币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随着新冠病例的上升 北京关闭了公园 上海收紧了入境措施 印尼西爪哇21号的地震 已经造成至少268人死亡 超过1000人受伤 今天大冷门 沙特阿拉伯队2比1逆转 击败阿根廷队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青 11月22号就精神报道 10月加州完全恢复了在疫情期间失去的所有就业机会 加州上个月增加了5万6千多个工作岗位 现在比2020年2月疫情前的总人数高出30800个工作岗位 加州是10月份连续第13个月就业增长 占全国新就业岗位的20%以上 截止2022年10月 加州在经济衰退期间损失的275万8900个工作岗位中 恢复了101.1% 加州的就业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 11个就业部门中有8个增加了工作岗位 教育和卫生服务收益最大 其次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休闲和酒店 本台记者陈永青11月22号 距禁山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21号晚上阿拉米达县选举办公室 公布了奥克兰市长竞选投票的最新结果 圣涛逐渐领先 超过对手682票 圣涛是奥克兰第一位 鸟族女议员 是一位进步人士 也是单身母亲和家庭暴力的 幸存者 他的对手奥克兰市议员洛伦泰勒 尚未在竞选中承认败选 并要求重新计票 选举办公室还手工清点了1%的选票 以确保计算机计算的选票 选票结果预计将于2023年12月8号获得认证 本台记者张苗 11月22号湾区综合报道 11月21号的下午5点左右 一名枪手向斯坦佛购物中心的 一家高档餐厅开枪 帕洛阿图警方说 正在调查这起被定性为 驾车射击的事件 据称餐馆内没有人受伤 而这次枪击事件 以及最近的其他打砸抢事件 让购物者们担心 年底假期外出购物的人身安全 警方表示随着调查的继续 他们为确保购物者安全所做的努力 也会继续进行 本台消息 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官员 11月21号周一再次宣布要推迟 整个加州海岸的商业珍宝谢补牢季节 对从索诺马门多西诺县县 从南到墨西哥边境的区域 进行的风险评估确定 仍有大量迁徙的鲸鱼 可能被鱼具缠住 这是因为保护坐头巾 而连续第四年延误 也是本补牢季的第二次延误 商业补卸将推迟到12月16号 甚至可能更晚 下一次风险评估定于12月7号进行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本台特约记者颜天 11月22号华盛顿报道 随着冬季和假期聚会的到来 拜登政府在本周二 正式启动了为期六周的 新冠疫苗冲刺计划 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 福奇博士 在当天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 介绍了相关情况 而这也是他从 他在从联邦政府离职前 最后一次出现在白宫简报室 截止到目前 拜登政府已经购买了 1.71亿剂的二阶新冠疫苗 但是根据疾控中心CDC的数据 全美仅有约3500万人 接种了二阶疫苗 目前全美已经超过7万个地点 提供更新后的二阶新冠疫苗接种 而卫生部的目标是扩大到更多的地点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将把暂停偿还联邦学生贷款的期限 延长到明年6月30号 作为其学贷减免计划受阻的应对措施 联邦上诉法院上周裁定暂时禁止其学贷减免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如果到2023年6月30号该政策不能继续实施 法律挑战仍在继续 学贷将在60天后重新开始支付 美联社周二报道 15个倾向保守派的州组成的一个联盟正在努力 以维持川普政府启用的第42条 该法令允许美国边境执法人员以公共健康为由 驱逐向美国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 但是一些移民权益的保护团体表示 第42条的使用不公正地伤害了逃离迫害的人 而且疫情是川普政府用来遏制移民的借口 考虑到有限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试图进入美国 有官员此前曾对结束第42条表示担忧 本台特约记者颜天 11月22号华盛顿报道 当地时间周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出席柬埔寨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会议期间 举行双边会谈 此次会谈不仅是美中两国高级官员 对上周拜登政府 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面对面会晤的延续 也是两国防长自今年6月 香格里拉对话后的首次当面接触 美中两国防长的此次对话是跟进两国元首 此前有关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指示 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认为 两国共同努力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非常重要 据彭博社周二报道 在全球租金已完全超过疫情前水平时 纽约麦哈顿第五大道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购物街 此外香港的尖沙嘴区被评选为全球第二昂贵的商业街 紧随其后的是米兰的蒙特拿破仑街 伦敦的新邦德街和巴黎的香榭里舍大道 在美国零售商目前的租金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25% 报告显示 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地段的平均价格 比新冠疫情爆发前上涨了14% 但亚太地区和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经济 尚未完全走出低迷 香港尖沙嘴地区的租金比疫情前低41%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芳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弓胜近日透露 近期中国监管部门将设立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和保交楼专项借款一同对赞誉困难的房地产企业贷款提供帮助 在前期推出的保交楼专项借款的基础上 央行将面向六家商业银行推出2000亿元人民币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为商业银行提供零成本资金 以鼓励其支持保交楼工作 这笔专项借款封闭运行 专款专用 专项用于支持已受预期南交付住宅项目 加快建设交付 本台综合消息 大21号的下午4点22分 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 截止到目前事故已造成38人遇难 两人轻微伤 耸易就职 事发后 中国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 王翔喜已率工作组赶赴现场 据悉 凯信达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初步判定该起事故是因企业人员违规操作电焊引发的火灾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针织服装生产 车间一楼为仓库 二楼为生产车间 近期正在加工棉衣棉库 事故原因 系一楼仓库内的电焊作业时 有棉絮飘过并着火 引燃了车间内堆放的大量布料 浓烟导致二楼部分工人窒息 来不及逃生后遇难 22号晚间 河南安阳市举行1121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 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在发布会上 向全社会鞠躬之前 由于中国政府努力应对新冠病例的激增 北京22号关闭了公园和博物馆 上海收紧了进入城市的规定 同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的担忧 并减弱了人们期待重新开放的热情 中国21号报告了28,127例新增本土病例 广州和重庆的感染数约占总数的一半 在北京政府呼吁居民待在原地 只有出示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才能进入公共场所 上海22号宣布 从24号开始抵达上海不满五天的人 不得进入餐饮超市等公共场所 此前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 在发现了48例新增病例后 下令关闭其16个区的文化和娱乐场所 自23号临时起至27号24时 成都将连续五天在18个区市县 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 24号的临时起进入酒吧 棋牌室麻将馆健身房等成都各类空间 密闭的休闲娱乐场所 以及建筑工地物流园区 需查验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进入公共场所 小区院落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需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银龙镇的银龙方舱医院 已于22号正式建成 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 总计提供26313张床位 这是重庆市当前规模最大的方舱医院 据了解 银龙方舱医院共有6个区域 每个区域由一所医院接收管理 因为中国新冠病例的数量增加 打压了市场的人气 中国消费类股22号下跌 外卖巨头美团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下跌了8.3% 阿里巴巴和京东在港挂牌股票 也分别下跌了约4% 体育用品制造商安踏体育和李宁 以及连锁餐饮企业海底捞的股价也下跌 当日香港恒生指数收低1.3% 为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 高度震荡期继续延长 中国和日本22号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 第14轮磋商 中方就近期日方在台海问题上的消极言论和错误做法 表达强烈不满 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 政治基础和基本信义 要求日方务必重信首诺妥善处置 中方再次对日本向海洋拍摄核污染水计划表达关切 敦促日方审慎处理辅导核污染水问题 在中国日益强调财富平等的背景下 京东近日宣布将削减高管现金薪酬10%到20% 以提高基层员工的福利待遇 京东集团表示 这一决定将影响约2000名高管的薪资 职位越高降的越多 京东集团在一封内部邮件中说 为了提高基层员工的福利待遇 同时尽量减轻公司压力 集团决定自2023年1月1号起降低高管筹薪 京东集团表示 如果两年之内京东业绩重回高增长状态 集团随时可以恢复高管的现金报酬 路透社22号援引六位直接了解相关事态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中国政府预计将对科技巨头蚂蚁集团 处以超过60多亿人民币 约10亿美元的罚款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准备实施该罚款的监管机构为中国央行 在21号举行的世界杯美国队对威尔士队的比赛中 中国籍裁判马宁担任第四官员 这是时隔20年后 中国裁判员再次参与执法世界杯裁判工作 卡塔尔世界杯裁判员名单 由36名主裁判69名助理裁判和24名视频助理裁判组成 中国裁判员马宁作为主裁判 曹毅施祥作为助理裁判入选名单 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印度尼西亚西爪哇21号发生5.6级浅层地震 地方官员表示 地震已造成至少268人死亡 超过1000人受伤 目前仍有超过150人失踪 相信死亡数字仍会增加 在镇中展域地区 当局集中救援力量在十多个 相信仍然有人被困的地点 希望尽快将他们救出 灾区之前因为道路桥梁或停电影响 救援工作受阻 但随着电力和通讯恢复 以及当局可以出动推土机等重型机械清理道路 目前救援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地震造成多间房屋倒塌或受损 超过13000人在疏散中心暂避 但数以千计的灾民由于担心余震 选择在露天过夜 总统左科维多多前往灾区视察 只是优先拯救仍在瓦砾下的人 他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承诺向灾民提供紧急救援 他又提出重建工作需包括兴建抗震楼房 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 22号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施压 要求他不要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族武装发布地面攻势 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13号遭到炸弹袭击 造成6人死亡 81人受伤 这是继2015年至2017年 土耳其发生一连串爆炸攻击事件后 5年来最致命的一次攻击 土耳其将此事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 并发动空袭作为报复 21号土耳其一座边境城镇 遭到来自叙利亚的火箭攻击 至少造成3人上升 包括一名孩童 埃尔多安宣称 他正考虑在叙利亚展开地面行动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22号表示 因应南海发生涉及火箭碎片漂浮物的事件 马尼拉将向北京发出外交召会 菲律宾海军日前指责中国海警强行夺走飞方 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现了一个漂浮物 指出飞方人员将有关漂浮物脱回基地的途中 两度遭一艘中国海警船阻挡航道 中方又派出橡皮艇切断缆拖拖拖 拖走了漂浮物 但北京在21号外交部记者会上 否认中方海警船在南海使用武力 夺回有关火箭碎片 小马克思表示 飞方不得不问中方 为什么他们的说法与菲律宾海军 最初在报告中使用的强行一词相比 会如此不同以及温和的多 朝鲜领袖金正恩包妹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于正 22号说 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 开会讨论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 称安理会对美国和南韩 针对朝鲜发起的军事演习和增强武力 置之不理 但就拿朝鲜行使自卫权做文章 是双重标准 金于正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时表示 美方及美国及其普从国的这些妄动 严重侵犯朝方自主权 是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 推向一触即发境地的严重政治挑衅 平壤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他说 朝方绝不容忍任何一方对他们为捍卫国家安全 行使自卫权 指手画脚 并将以超强有力的措施予以应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斯洛塞尔22号在日内瓦 向记者表示 在过去两周内 沙特阿拉伯几乎每天都有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人员被执行死刑 此前已持续21个月的非正式的处决暂缓期被当局终止 斯洛塞尔强调 沙特阿拉伯恢复对于毒品有关的犯罪执行死刑 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一步 尤其是就在几天前联合国大会中的一大部分会员国刚刚呼吁 在全球范围内暂停执行死刑 在世界杯小组赛C组22号首轮比赛中 5分钟连进两球 赛前被视为于南球队的沙特阿拉伯队 以2比1逆转了梅西领衔的夺冠热门阿根廷队 22号的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这也是阿根廷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不敌亚洲球队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球星梅西赛后表示 阿根廷抱冷败给沙特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但他誓言阿根廷首战落败后将重振起始 为庆祝沙特男足在22号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C组比赛中 爆冷击败阿根廷队 该国所有公营和私营部门的雇员 以及所有在校男女学生 无论年级 23号将获得为期一天的假期 另据消息 在22号的D组首场比赛丹麦与突尼斯0比0战平 法国队以4比1战胜澳大利亚队 C组比赛是墨西哥和波兰0比0战平 法国的斯蒂芬尼·弗拉帕特成为男子世界杯比赛的第一位女性裁判 她被任命为2022号墨西哥和波兰的C组比赛的第四官员 弗拉帕特也是2020年第一位主持男子欧冠比赛的女性 这位38岁的裁判还执法过法甲联赛和二级联赛的欧罗巴联赛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我们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53.64点 涨幅1.36% 报收4003.58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97.82点 涨幅1.18% 报收34098.1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49.90点 涨幅1.36% 报收11174.41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肖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见面 发誓 Labr d amigos 观众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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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